现在的大众汽车,虽说地位口碑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但是在销量方面,被如火如荼的新轮车型有所影响 特别是在20万级别的B级车型领域 大众的车型销量下降特别大 就比如以下两款换标版的奥迪A4L 如今价格降至13万起,一切都是为了充销量 无论是第一款还是第二款,都在B级车型中占有一定地位 第一款是大众麦腾 大众麦腾是名副其实的B级车型标杆 也是名副其实的换标版奥迪A4L 甚至可以说是兄弟车型也不为过 毕竟都属于大众汽车 而且大众麦腾与奥迪A4L的外观差别 基本上就是前脸保险杠以及车标 不过奥迪A4L的整体设计偏向于年轻化运动化 但是大众麦腾的外观设计 虽说现在也有年轻化 但却更偏向于商务感 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人 非常喜欢大众麦腾的外观 沉稳大气 而且还拥有不少的内部空间 2023款超型超长4米866 轴距2米871 而2024款超型超长4米99 比奥迪A4L的超伸长度表现还要更优秀一些 还有在动力方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T版本的大众麦腾 与奥迪A4L是同款动力组合 搭配7档4式酸的合变速箱 低功率版本马力有186匹 高功率版本马力有220匹 并且整体驾驶感受以及操控感 与奥迪A4L并没有什么差别 而且价格还要比奥迪A4L更便宜 优惠之后仅需要17万左右 另外还有价格更便宜的大众麦腾 那就是1.4T沃轮增压发动机版本 马力有150匹 配备7档干式酸的合变速箱 动力不算弱 而且价格特别实在 现在优惠之后仅需要13万左右 要知道大众麦腾曾经的官方售价 可是高达了27万左右 现在价格这么低 确实是超级划算 当然如果你感觉1.4T沃轮增压发动机动力比较弱 那么也可以等一等新款 2024款的大众麦腾 入门级车型搭配1.5T沃轮增压发动机 动力稍微强一些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第二款是大众帕萨特 大众帕萨特与大众麦腾是兄弟车型 自然而然也可以称为是幻标版的奥迪A4L 并且大众帕萨特的外观商务气息 比大众麦腾还更浓烈一些 就大概也是如今很多人喜欢这款B级超型的原因吧 前脸的进气高山尺寸比大众麦腾还更大一些 也正是如此才显得更厚重一些 更稳重一些 至于在超身尺寸方面 2024款的大众帕萨特与大众麦腾差不多 超强4米948 轴距2米871 内部空间不算小 另外在动力方面 大众帕萨特与大众麦腾都是同款动力组合 2024款的大众帕萨特搭配1.4T沃轮增压发动机和2.0T沃轮增压发动机 从动力方面来看不如大众麦腾良心 因为2024款的大众麦腾 入门级超型已经配备1.5T沃轮增压发动机了 少气了1.4T沃轮增压发动机 而2024款的大众帕萨特还在使用 但如果你不嫌弃 那么也可以考虑 毕竟质量比较稳定 而且这款大众帕萨特和大众麦腾一样 曾经售价也高达27万左右 不过现在入门级1.4T沃轮增压发动机版本超型 优惠后仅需要13万多 而2.0T版本超型 现在也有不小的优惠幅度 就比如2024款龙腾版本 4380高功率动力 马力高达了220匹 但官方账价仅需要188300 优惠后仅需要15万左右 所以显得更实在 对此大家如何看呢 好了 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